说起李小璐 相信大家都并不会陌生 之前也是圈内比较知名的一位女明星 在一开始的时候 人们对李小璐的印象是演技非常好 在她14岁时 就曾出演陈冲指导的《天玉》 凭借一脸质朴清纯的长相 一举拿下第35届金马奖影后 也是至今金马奖史上最年轻的影后 之后在2000年主演都是天使惹的祸 而一举成名 2007年又靠奋斗再次走红 凭借精湛的演技和不俗的外貌 获得了不少网友的喜爱 而事业上成功的她 至今也依然让人羡慕 而且她也还拥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 贾乃亮把她当成公主一样宠爱着 甜心也乖巧懂事 这样的她也堪称人生中的大赢家 但是好景不长 原本李小璐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和事业 但是因为她与PG1的事情曝光之后 李小璐也身败名裂了 不仅没了事业 就连家庭也丢了 不过在经历了婚姻风波之后 贾乃亮也是一心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现在两个人都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目前看来也是发展得非常不错 而李小璐也是不再从娱乐圈中发展 便开始转型到短视频 除了经营自己网店的视野 也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照片 和晒出与女儿甜心的日常 虽然还是骂声一片 但也收获了很多支持者 而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陪着女儿甜心 给甜心宝贝做好吃的 送甜心上学 照顾甜心生活的点点滴滴 尽量做好一个好妈妈的人设 虽然过去她们是耀眼的公众人物 但此时此刻 在所有人眼里 她们只是一对普通的温暖恩爱的母女 虽然当初贾乃亮和李小璐分开的时候 宣布甜心是由两人共同抚养的 但明星李小璐陪女儿的时间更多 而且 李小璐对甜心的要求也蛮高的 就在前段时间李小璐晒出一段 与女儿甜心跳女团舞的视频 视频中的甜心稳居C位 跟随着音乐开始热舞 动作一点都不含糊 标准有力又流畅 真的是超有范 由于观众的目光都聚焦在甜心身上 以至于都快忽略了一旁的李小璐 小甜心直接抢了妈妈李小璐的风头 不得不说 虽然如今甜心只有10岁 但是气场完全不输给妈妈 母女同框的时候 甜心的个字已经快赶超妈妈了 母女俩简直活成了姐妹花的即逝感啊 甜心虽然年纪小 但在舞蹈方面颇有天赋 基本上能跟上李小璐的动作 而大家都知道 李小璐非常喜欢嘻哈 她的每一个舞蹈更穿衣风格 都是特别嘻哈风的 而以前的小公主甜心 现在风格也越来越嘻哈 这大概是因为跟妈妈生活久了 打扮 性格也会慢慢的变化吧 很多人都说 李小璐或许没有好好地经营自己的婚姻 不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但是对甜心而言 她算得上 是一个很好 很称职的妈妈 最后祝愿母女俩 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也希望贾乃亮在自己的事业上 能够越走越顺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